日本选手嚣张跋扈,在发布会现场,嘲讽中国选手穿的服装太丑,试图扰乱对手的心态,敖日格勒并没有理会,这个日本选手名叫穿口群剑,此战之前中国选打败了两位小日本,他实在看不下去,主动来华点名要挑战敖日格勒,扬言可以轻松击败对手,简直是不知死活,是日本Deep的冠军,还获得过日本柔道重量级第三,对手是中国重量级名将敖日格勒, 曾获得过全国散打重量级冠军,在擂台上打法十分刚猛,尤其是对待日韩选手,那战斗力简直爆棚,没有一个是能站着走下擂台,因其长得非常圆润,被誉为功夫群猫,让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暴揍日本选手,比赛开始后,为中华热血男儿点赞,关注我,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